排队人潮绕了好几圈 他们都是等着做病毒筛检的香港民众 因为源头不明个案实在太多 需要筛检的民众也暴增 除了现有的检测站 难以消化人潮 更让港府头痛的是 医院病床也已经接近饱和 因为单日确诊数屡创新高 港府最快下周启动 居安抗疫计划 需要居家隔离的民众 得佩戴有追踪功能的电子手环 定期报告快筛结果 并在指定时间接受病毒检测 每天饮食得由亲友安排 因为多区污水都验出新冠病毒 官方将会向住户发放快筛包 范围包括礼宾府 太古广场和英国驻港总理事馆 TVBS新闻谢谢新的敏珍 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